大家好,柳蒂文你好 我現在做第二部分 我剛才說我到台灣的經驗 所以我到台灣人們就問我 我家庭就問我說 你會看字嗎? 在電視寫什麼什麼 你會看嗎?我就會 我說我會看這樣這樣這樣 之後 有些字 是很簡單的字 但是我從來都沒聽過 所以 我去購物中心 那還有 有一個小姐跟我說 營業時間 就是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我不會很害羞 我就問她說 營業時間是什麼意思 她就說 你不知道什麼是營業時間嗎? 營業時間這麼基本的 你想 十七八歲的人 不知道什麼叫做營業時間 很奇怪吧? 但是我是外國人 我就跟她說 我就是從比利時來的 所以我中文不太好 我正在學 她就告訴我營業時間 這是我開門的時間 比較簡單的解釋給我聽 我覺得說 很好玩 之後 還有什麼 我去買 那個 ipod touch 的時候 她說 她問我說 要不要 統一發票 我聽不懂什麼 叫做統一發票 所以我問她 欸 統一發票是什麼意思 她就說 就是一種發票 你要不要 我想說 好 我拿發票 那之後 她問我 你怎麼不知道什麼叫做統一發票 他們也是很驚訝 所以她就問我說 為什麼你不會 那之後我就跟她說 我是從比利時來的 她就開始跟我說法文 之後覺得 很有趣 這個人還會法文 她說 她去法國留學一年 所以學了法文 我們就用法文溝通之後 在Facebook就加來加去之後 聊天 感覺很很莫名其妙 那還有 還有人在台灣會講法文 我覺得 很特別 因為在台灣人們都 覺得英文是 最重要的語言 的確 英文是 一門很重要的語言 但是 學習英文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語言 很有趣的語言 可以學習 比方說 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韓文 土耳其文 或者阿拉伯文 比較特別的語言 那如果你會英文 你就跟別人一樣吧 如果你會英文 還會法文 就跟別人差很多 或者是 你是台灣人 你會日文 英文 跟法文 就很完美吧 那 只好還有什麼經驗 夜市 我很喜歡 去夜市逛一逛 跟朋友出去吃飯 那我在 我在 本來 我是要去 一個什麼叫做 巴仙樂園的地方 玩水 但是 結果有颱風 所以我沒有去 那我去買一杯咖啡 那邊有一些 一群人 這樣子 過來問我 說 欸 你是學生嗎 我說 對啊 我就跟他開始對話 之後 他聽不懂 我說的 一些字 他就問別人 翻譯給他聽 我問他 欸你是哪裡人 他說 啊我是韓國人 學中文 那我每個暑假會來台灣 三四天 啊 跟 台灣人 分享韓國的文化 啊 語言 還有 還有什麼 宗教 基督教 這樣子 他們就叫我去教堂 玩一玩 看看 啊 我就去 教堂 教一些 韓國的 韓國朋友 覺得很好玩 他們不會講中文 我們不會講韓文 應該用 英文溝通 但是很 很奇怪 在 在亞洲 人們都學亞洲語言 所以 不可能說 你用中文 跟他們 你用法文 跟他們溝通 是 是不可能的 因為沒有人 會去學法文 但他們就 限制自己 學英文 因為覺得英文是最重要的 而我是覺得 這樣子 也是好 也是不好 啦 因為你只 你只會 看到一方面而已 那台灣人 他們 看 他們看 外國 你 一講到外國 他們就想 美國或者 日本 不會想說法文 法國或者 義大利 不會 你說外國 他們就 直接講 呃 直接會想到 日本或者是 美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 不是 我們在歐洲說 外國會想著 想到 德國 土耳其 或者是 蘇聯 或者是別的國家 嗯 那之後呢 在台灣很奇怪 去餐 餐廳 吃飯很快 差不多 三十五分鐘 就決定了 但是 在歐洲 我們還要 一道一道送菜 這樣子跟 跟那邊不一樣 他們 全部 一次點 一次送 送完 連點心都已經送了 那 送菜都是很快 這樣子 這裡很慢 很慢 很慢 人們都要等 等等 等很久 所以 那那個購物中心 我在 台北101 裡面 的 購物中心 走來走去 那我們去買一些東西 來吃 那我 我二 一 我二姐 啊 還是 啊 對我 二姐 在那個 台北101的購物中心 那邊 吃東西的地方 在中間 坐在一個桌子 等我回來 我去買東西之後 我回來找不到它 因為 購物中心 真的 很大 很大 跟歐洲 跟比利時 比不上 這裡的購物中心 超小 什麼都沒有 在那邊 什麼都有 什麼玩意 都有 所以我覺得 很好玩 那還有 我去參觀 台北101 最上面 有很妙的事發生 他們 他們有一種 機器這樣子 就像一種 一台電話 有 有 號碼 你可以按 比方說 31 在那個地方 寫31 你就 按31 你就拿來聽 它就 它就會介紹 你在你的前面 看到的 這一部 呃 城市的這一部分 是 什麼 跟什麼 有關 關於什麼 的部分 所以 嗯 他們就問我 啊 我給你中文的好不好 我說 我那時有點累 我說 啊 給我法文 請給我法文的 他說 他就看我 他就看我這樣子 啊 法文的 他說 沒有法文的 有德文 有 俄文 有韓文 日文 什麼都有 英文也有 但是 沒有法文 我就是 怎麼可能呢 我就說 OK 你給我中文就 就好了 他說 欸 你是不是 學外文 或者怎麼樣 我說 不是 我 我是外國人 我是比利時人 他就問我 欸 比利時是在哪裡 我就要解釋 每次解釋 那之後 他就問我 欸 你會發那種 的聲什麼 西班牙文的聲嗎 聲音嗎 我說 我會啊 我就 弄幾次給他 聽 他就覺得 哇 很厲害 怎麼樣 但是一點都不厲害 如果你練習 你就會了 那 這樣子 去台灣 南部也很好玩 南部很熱 那 南部的 沙灘很乾淨 呃 水也很亮 這樣子 我覺得很好玩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玩一玩 呃 應該去台灣玩一玩 或者是 去上海 香港 到處走一走一下 還有去 南航 呃 南航 日本 亞洲 印尼 泰國 到處走一走 那如果你們 呃 想跟我分享你們的經驗 旅行經驗 請 做個回答影片吧 謝謝你們 再見